所以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前面的一个概念之后 大概会带大家来做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我还是会从一个科层架构的概念 从单元的结构的概念 先定义清楚 我所谓的一个单元指的就是各位 您的数位教材 数位教材在制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一支教材只讲一件事 一个核心概念 这个可能会跟大家过去的认知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过去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就是以一门课50分钟或甚至100分钟为一个单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单元里面 我可能讲的是这本书的好几个章节 对不对 我会用好几个章节来看 可是在数位教材不一样 数位教材可能是一个一小节 或是这一节里面讲的三个重点 我只挑其中一个重点 变成我的一个数位教材单元 我们的财分是用这样的 所以我这边会讲的是 如果这样就是一个单元的话 那我们的架构可以怎样定 好我也会跟大家说明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而不是就是依照私事领课 我就是来依照我的这样的进度来安排 而是要去拆解 好 那再来就是我怎么透过简报的一些制作技巧 来帮助我的数位教材做得好 好 前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刚刚说的单元的定义是一个核心概念 比如我今天讲说什么是老人年经 我讲的就是老人年经的定义对不对 好一个点可能就是几行字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它可能就是一个虚弱教材 为什么呢 如果假设我们是用一个结 或者是一个章的概念来说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里面我们讲的是老人 什么是老人年经 然后我可能还会去讲说老人年经的种类 然后我又说你要去哪里申请 然后我又会说申请的限制对象什么的 然后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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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重点 所以我今天我把这件事情讲完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发可能绕半小时一小时 好那请问半小时一小时 各位您的影片关注的专注度可以有多长 好第一次就说在一分钟内 如果你这个教学影片没有办法吸引人 就注意它就坏掉了 对 然后他最多只想要看三分钟的影片 所以请问我刚刚如果说 我用一个章 课本里面的一个章 我要讲一小时谁要看 对不对 好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一样保留 这一个章节里面的逻辑架构 但是我们把它拆分成几个重点 所以也就是说假设在这个五个章节 我刚刚说的有五个重点 我们每一个重点把它变成一支影片 他一样看完对不对 但是第一个时间比较符合 我们学习的习惯跟专注度的习惯 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去做 第二件事情 通常我们在做数位学习的时候 我们其实刚刚有讲 他不是只有教材 对不对 他还有教法 要有学习活动或平洋活动 来去互相搭配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支影片后面 搭配跟这个影片有关系的 一到两题的测验题 来让学生精熟 第一个他有没有看影片 因为他只要看影片就会 那如果万一这个影片的内容 你这样拿 我们透过这个小测验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学生 我去解释一下自己的学习状况 如果我没学会的话 至少我可以再重看 可以反复的观看对不对 好所以像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小段 然后搭配一个小型的 自我检核的小测验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到精熟的学习 那这一段也没有问题 当然承接到下一段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一直到他整个内容都看完 但是如果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拆分的话 有可能其实同学哪时候 让他调整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分段结合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在数位学习里面 比较不一样的观念要提供给大家的 好所以要请大家要先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如何在我的数位教材里面 把我原本的那个知识的内容 整个知识地图 课程地图去做拆分 其实是多数位教材 我目前遇到最多老师有困难的地方 那怎么拆分这个 我们在上学期的那个工作方有带到 如果待会老师们 在这方面你有问题的话 不然你就再个别去讨论好吗 那我这边提醒大家就是 拆分完了之后 你要去思考的是 我里面要教什么 怎么组织 然后我的顺序要怎么去做 顺序会造成什么事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在辅导的高雄大学有一个 老师他是教经济的 好 然后经济都会有很多模型 很多公式 我记得他好像是算税 税不满一类的东西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公式 那一般老师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特别是实体课很容易公式先行 对不对 所以他在多数位教材的时候 就会想说 我先跟他介绍这个公式 然后讲公式讲完不打紧 再加一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然后再告诉我们说 啊这个公式怎么用 大家觉得这个单元影片的设计如何 可以同学还要脱 为什么我说OK 一定是第一分钟都好掉 对吧 同学来讲 这个是不是就不符合我们的 一般的学习的一个期待 一定会比较故障嘛 啊讲公式要不要讲 当然要讲 但是如果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我怎么会想要听呢 所以我后来就跟老师说 在这个顺序上 我们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先把你后面的案例往前搬 我们先把这个案例定调成生活的案例 我们先让他知道说 哦 比如说生活中 我们买东西要讲做CP值 好 啊什么东西 你这个你想要怎么买 我们再讲CP值 CP值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议员 对不对 好 从CP值 原来CP值并不是我们自己 心中想到的CP值 所以CP值 CP值其实是有计算公式的 而这时候你再来讲公式 然后再告诉他说 其实呢 大家常常以为CP值高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 原因是套用这个公式 我们会看到 里面的决定的什么条件 会怎么样 这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 第一个 你是不是先把生活经验做理解 第二个 你透过讲公式去打破大家 过去对CP值的民思 也同时解惑了一些常见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课程架构 跟刚刚的课程架构 大家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 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顺序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 记住刚刚做的补偿 一分钟不有趣就滑掉 所以你如何在前面的一分钟里面 不是叫你要吞 吞剑跳回圈 而是我如何去找到跟我这个理论 或是跟我这个学习的 要教的东西对应的生活经验 或是比较有趣的一些例子 拿来做一个开头 先做一个开场的破冰开场 然后再进到我们的教学 那不要忘了 因为一段影片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 拆解下来 有同学三分钟就受不了 所以有大概就看到五分钟 但是因为教学 他还是必须有 他的一个完整化一个性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 看五到十分钟的影片 会是比较适合的长度 但是如果你可以两分钟讲完 请你不要用五分钟 我也有做过教学影片 只有一分多钟的 那我们就是重点讲完了吗 我再讲就是多余的 但是这一分多钟 如果学生随时需要这个资讯的时候 他愿意去点来看 这一分多钟就是精华 就是学会 就是关键 所以不用去纠结说 我一定要拍到多长 重点是你这个内容 你是不是学习者需要的知识跟内容 还有他是不是要学会的技巧 好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要衍生跟大家代表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就是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数位教材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反而不会只单纯的认为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明界不素材 可能对我来讲比较多的它是一个支持 支持 我支持什么呢 我把它当成短短的影片 三到五分钟的影片 甚至一分多钟的影片 对我来讲是一个支持 他支持 我在讲一些课程的过程当中 学生有不会的时候 他可以随时把它叫出来看 所以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不会 影片只要时数不太长 或是架构很清晰 你题目切得很清晰 他是不是可以随时 我作业不会 我就去点那个章节来看 我考试在复习的时候 我不会 我是不是随时可以点个来看 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做数位教材 才是这样的目的嘛 是吧 好 所以把从学习者的需求出发 来看这件事情 是我比较建议大家要去思考的 有点像 好 来 所以 学习者思考 他的需求来出发的 把学习者你的需求 你认为学习者 学生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或是在这个知识里面 他方不需要学会社 可能这会是 我会一直提醒老师 一再提醒老师的 我们老师 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习惯用教课诗 习惯用教课诗 所以他的上课的内容规划 就是依照教课书第一章 一章之中 最后一章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难道我们学这个领域的 这个知识脉络 一定要按照这一本书吗 你有没有你自己 让我比较重要的概念 我相信教课书 不见得大家会从头讲到我 你可能有些东西 中文不重要 你是舍弃的 好同样的 如果你也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在做数位教材的时候 请你多先丢下你的课本 自己拿一张纸 你先自己去 不管用新制图也好 或者是条例也都好 你自己想一下 在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知识领域 我们不要去用课程 用知识领域 用这个知识领域里面 到底哪些是重要单元 必要一定要学 而且他没有学会这些读论 他出去工作 他出去就业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或是要学下一个阶段的知识的时候 一定会学不会 先把这些东西列出来 那个就会是你的核心架构 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一定要找个东西 好 那以这个来定为你的学习目标 跟你作为你这个教学内容的筛选的东西 好 所以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你先定义了你的范围之后 你要去思考解释了 譬如说这个领域的这个知识 一定要我来讲吗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东西 其实给你要变向技巧 所以我其实不用讲那么多 我出任务给SOP 让学生去做 或者是说这个知识 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例子 我能不能丢这个定义给同学 自己去找例子 让他们来做报告 会做被困 好 这边 所以同样的这个内容 定义出来的目标 他就会去 他就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策略 此外他会影响到我们的评论 我刚刚说的 我丢任务给他做 任务 他做出来 是不是就是平算 他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平常是不是就出来 那我丢东西给他做 是不是策略就出来 好 所以从这样来看 我怎么去鉴别他学会了 那我的鉴别标准是什么 我课程内容要怎么样做 他才可以达到这个高标地标 我一定要自己交忙 因为我可能可以学生自学 或是引发他的思考之后 他引起他的动机之后 他的自己的自我学习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课程 好 所以学习者的需求 还有老师您对这个领域知识裡面 到底哪些社合性概念 不要就直接对着课文 一张一张的这样对着做 不要不介意 感谢观看 旁边